猴子和骆驼 猴子的一段优美动人的舞蹈 使兽类的集会达到了高潮 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一束束美丽的鲜花 接连不断地涌向猴子 猴子被众兽簇拥着绕场一周 每转到一处都能听到野兽们 狂热的喝彩 唯有转到骆驼跟前时 骆驼冷着脸从鼻子里哼了一声说 哼 别得意 瞧我的 说着骆驼摇摇晃晃地走向舞台 骆驼开始跳舞了 它学着猴子的样子先扭动腰肢 它使足了力气 一扭那粗笨的腰不仅没有扭起来 反而从台上摔了下来 摔到了一群野兽的身上 野兽们连惊带下 哇 哇 哇 乱叫起来 这时候骆驼仍不服输 不顾摔后的疼痛昂起头又走上了舞台 骆驼学着猴子的样子摇头晃脑地跳了起来 可是没想到眼前一黑 一头撞到了舞台边野兽们搭起的松枝门上 松枝门被撞倒了 撞伤了一些野兽 这下可激怒了众兽 它们纷纷抄起棍棒和松枝朝骆驼身上打去 骆驼开始还有劲抵挡众兽的棍棒 可渐渐地它没有力气了 最后只好抱着脑袋狼狈地逃跑了 它不但没捞着出风头 反而落了个挣扎逃命的可笑的下场